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表结构相关中的添加字段 包括删除字段 那接着呢我们往下来看 当我们的表中字段名称 或者说字段属性 你需要修改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以下两个语句来实现我们的操作 首先呢 当你想修改字段类型 包括字段属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Modify关键字 通过Alt Table表明 Modify 加上你要修改的字段名称 接着想把它改成什么样的类型 以及你想修改它的完整性约束条件 可以在这来指定 包括修改这个字段的位置也是可以的 After字段名称之后 那接着呢 还有一个也能实现这样一个操作 但是呢它比这个Modify关键字多一个功能 就可以修改我们字段的名称 可以通过称之关键字 那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修改字段类型 包括字段属性 我们可以通过Modify关键字来实现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拿我们的User表为例 我们可以看一下 User表中 现在我发现这个email 这个字段类型我发现不够存储了 我想把它变成VX200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通过Modify关键字来实现 在这来写 这是我们的操作 将email字段修改成什么呢 VX200 同样的是不能为空 默认值 Default 写上一个 先不加这些 你就把它修改成VX200 那首先 Alt Table 表名 选中这个表 通过Modify关键字 完成什么操作呢 修改一下 哪个字段 email字段 把它变成VX200 当你这样写完之后 首先看一下 之前在这 email这 不能为空 而且有默认值 但当你这么写完之后呢 你来看 首先成功 再查看一下我的表结构 User10 第一个 VX已经变成200了 但是和它字段属性相关的 你看到 当你没有指定是否为空 包括是否有默认值的时候 那接着呢 默认的是可以为空的 所以说当你想保留 我只想修改一下它的类型 想保留我的完整性约束条件 这时候你就需要 原来是什么样的 你需要写上什么样 那接着我再把它改回去 看好了 Alt Table User10 Modify一下 Email 改成 VX50 NotNow Default 接上一个 382771946 sqq.com 可以带上你的完整性约束条件 粘贴 成功 再来查询一下 Default 以下我们的优则10 刚才还是可以为空的 而且是VX200 现在你再看 变成VX50 不能为空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Modify 来修改一下字段的位置 那现在呢 我想把Card 把它变到哪呢 变到Test之后 这时候 其他的我都不变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通过Modify 来修改一下字段的位置 将Card字段 移动到Test之后 Alt Table 表明User10 Modify Card字段 原来的还是差 18 接着呢 移动到哪呢 After 写上一个Test字段之后 来修改一下这个字段的位置 同样的 也可以 成功了 那我们再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10 这时候你看到 Test已经到了我们的Sex之后 Test之后 Card已经到了我们的Test之后 当然你可以既修改它的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也可以改它的位置 那接着我再把这个Test改了 把这个Int变成VX 接着呢 把Test字段放到第一个位置上 也是不能微空 默认只是10 或者也改一下也可以 将Test字段修改为VX 或者X 32 NotNow Default 写上一个 123 并且移动到第一个位置上 Alt Table 表明User10 Modify Modify Card Test X 32 NotNow Default 123 First 成功 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10 Test X 32 不允许 不允许 为空 默认 只是123 那但是呢 我们只能修改 通过Modify 只能修改这个字段的类型 包括属性 包括位置 当我们发现这个Test的名字 字段的名称 我们需要变化的时候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Change 关键字 来帮你实现 那首先来看一下Change的语法 结构 Alter 表明 Table 表明 通过Change 关键字 你要修改哪个字段名称 原字段的名称 接着呢 新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完整性约束条件 包括后面的就一样了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这个Change 关键字 将 Test字段 改为 Test1 那这时候其他的都不变化 Alter Table 表明 User时 Change 关键字 Test 新字段名称 Test1 还是 Chart 32 Not now 其他的不变 就原封不动写 就可以 123 来实验一下 成功 接着你再来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时 Test 已经变成Test1了 那接着我再将Test1 变回去 再来改变一下它的字段类型 包括字段属性 User10 Change一下 Test1 变成Test 把它变成VChart 200 Not now 把它放到哪呢 After一个 UserName之后 实验一下是否可以 成功 再查看一下表结构 你看到 UserName之后有一个Test VChart 200 不能为空 没有默认值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呢 我也可以通过Change 来修改一下它的字段类型 包括字段属性 那名字我可以不改 那不改的话 其实你就叫原来的名字就可以 我把它变成整形 这时候你来看 UserTable 表明 Change一下 Test1 Test 还叫Test 变成Int 也能完成Modify的作用 但是呢 如果你单纯的就想修改 这个字段的类型呢 你完全就可以使用Modify 来帮你实现 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 带着大家 来看了一下 跟我们字段类型 或者字段属性相关的 一些语句 主要用到了两个关键词 一个Modify 一个称值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两个关键词 这两个语句 也实验一下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